大家好 歡迎收看亞洲網上系統有限公司特有的五次財經摘要 我是主持方澤喬 今天是7月21日 大概下午的收市時間 港股做得不太好 下跌270點到20625點左右 成交率又是比較薄 只有471億左右 見到股市入升入跌 暫時未有方向 預計在7月底之前都會在這個格局 未見到有什麼突破和下降鬼 見到股市都大約在2028點至21400點左右 未見有任何突破 我見到股市都比較淡性 投資者都不願意在這個時候入市 要等到8月初 看有沒有利好消息 股市才會繼續走 否則我都會覺得 港股來說都是一個牛氣的格局 見到股市悶悶的 介紹一些半身股 給一些投資者留意一下 大家都有聽過清晰醫療的 見到最近發佈了他們的全年業績 截至2022年3月31日 總收益已達到2.2億元 同理的增長也不是很高 只有1.3%左右 經調整的順利已經達到3000萬以上 每股營大約3.35元 每股營大約3.35元左右 以現在的現價來說 市盈率大約是30多倍 相比其他一些眼科的企業 相對來說 其實他們的股值也不是那麼高 所以大家值得可以留意一下這隻股票 其實這隻股票有什麼特點呢 其實大部分的收入是來自屈肝技術 屈肝治療是什麼呢 主要都是眼睛繳視的服務 佔他們的收入大約67.8% 其他的收入例如白內障 激肝治療 玻璃體撤除技術 這些是其他收入 大家也有聽過一些眼科的近視矯型服務 其實在香港來說 大家也知道 眼睛的重要性是非常之重要的 所以很多人貪美 覺得不戴眼鏡會比較靚仔、美女 很多人都會做這些眼科矯型服務 在香港來說 也算是第一名龍頭地位 市佔率大概在2020年 市佔率大概是38%左右 對於植入式的隱形眼鏡的植入技術服務 其實清晰醫療仍然是排第一名 市佔率達到46.4% 所以這個龍頭地位仍然非常穩固 最近有什麼新的消息 大家要留意一下 最近他們跟人安醫院簽訂了一個量解備忘錄 其實他們將會指派他們的眼科醫生 尖沙咀的診所作為診症 同時人安醫院也會提供病人去診所醫治 這個還可以達至雙型的局面 大家也知道 人安醫院在醫療服務非常之好 不過他們的眼科是一般般的 今次跟了清晰醫療合作 相信大家有一個共贏的利益在這裡 其實我相信這個量解備忘錄 只不過是初步的一個合作 之後還會有一些更深的合作 在之後就會出現 所以大家都不容忽視這個人安和清晰醫療合作的一個策略 之後相信會有更多的一些合作空間給他們發展 最近我都去了他們中環的一個診所 是一個實地的眼睛的一個檢查 這個檢查是包括了一些什麼呢 是包括了一些瞳孔檢查 眼角膜 視力的檢查 看到報告來說 我都非常高分 左眼有九點幾分 右眼是十分滿分 所以謝醫生在我方面賺錢的機會近乎零 所以看到她那天都不是很開心 但其實很多香港人都願意給錢做一些眼科的事 有時候矯正 甚至是眼科的檢查 為什麼呢 因為眼睛始終都是靈魂之窗 沒有了就是沒有了 不會重申 所以大家對眼睛的保健 其實都非常之重要 大家都要留意著 之後有機會在內地開放自由貨 落回香港作消費 內地人對於這些眼科的服務 始終都覺得香港是一個頂尖的水平 如果開放自由貨 有機會之後他們的收入會更加提升 所以大家都要留意清晰醫療這隻股票 今天的節目就到此為止 多謝各位收看 再見